今天來看伊索比亞人對上危機人 這一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布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 是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弓兵的射擊速度特別快 而且升級死 給這個100斤100肉 讓他升級效率更好 那伊索比亞人呢 他的後期呢 可以打這個駱駝 或是彎刀勇士 還有這個弓兵 還有有力彈射器的投石車火炮 作為主力 那整體伊索比亞玩起來的節奏 是相當舒服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紅色選擇的文明是維基人 維基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輪軸技術跟手錘車 都是免費的 而且他的步兵血量 還有這個血量加成 後期呢可以打強弩 但是沒有拇指環 當然有維金狂戰士幫 可以加一點的傷害 所以後期的維基人的強弩 實際上傷害是非常非常痛的 不管是要打騎士 或是打這個弱鎖 傷害都是挺高的 那後期的維基人 有球長科技 可以轉出劍兵王室 或者是魁金狂戰士 打騎兵的傷害 也是非常高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看到 YO 維基人 這邊是左邊黃金 比較尷尬一點 下方有果子 還算OK 那正前方的黃金 還有這個高地的石頭 就會比較難受一點了 因為你的城鎮中心要往前開 那如果往前開的情況下 城堡最好是蓋在這個前方的高地位置 或者是要蓋在後方 或防守 我覺得後方不太好 前方可能還是好一點 那維基人的黃金 都在前方的情況下 防守會比較 更吃力一點 但還好後方還有一塊石頭 這塊石頭可能是救命石 也說不定 那HELA這邊呢 是前方有果子 後方有黃金 前進性的防守會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祖金能大致上守住 應該是沒問題 而且後面還快附近 整體看起來 HELA這邊的地圖 是會更好一點的 那YSOPIA這邊有地圖上的優勢 圍巾這裡只能 但是圍巾這邊有小圍上的優勢喔 這裡要小圍的話其實蠻簡單的 但是如果要小圍的話 還是很容易把這個重要的礦子 遺留在外面 那看到YO這裡是要打一個織布 18P上封建時代 那沒意外的話 這裡應該是先打個落馬開局 因為棒棒這裡還沒有下軍營 軍營要趕快下 如果要打棒棒的話要早點下 甚至這個魔防不要開喔 提早打這個棒棒極速流 好兩兵都補下了雙防護場 那這邊HELA應該也要補雙防護場喔 因為他這邊是打弓兵的話 一定要雙防護場效率才會好 OKHELA這邊是雙防護場 那YO是點下了一個軍營 好應該是落馬斬弓兵的策略 一手幣有可能會直接上弓兵嗎 還是一樣先打個落馬呢 好HELA這邊一上去 先點了一個一級伐木 YO也是 兩邊都是正常的一級伐木 好結果我YO是直接射箭場開局 沒有打個落馬 先出毛兵 防守一下HELA的一手幣亞的弓兵射速加成 那這邊HELA也是打弓兵 但是這邊是打先按毛兵 也沒有按弓兵 那這個時間點就看到一手幣亞 他黃金是150的 所以這邊就算按三隻弓兵喔 還都不會斷金喔 所以現在狀況HELA是打穩喔 並沒有打算要直接出弓兵 可能是有偵察到這邊的毛兵已經出來了 所以是選擇先按毛兵而不是弓兵 好三隻毛兵出來 趕快打一下 好前期毛兵槍矛打小鬧 現在天梯來說 出黃金兵的情況上是越來越少了 不像以前一律都是黃金兵什麼弓兵啊 或是裝甲或是弱馬鴨制喔 現在也有可能開局直接就是出毛兵喔 槍矛前鴨 以前這個槍矛前鴨都是拜登庭的專屬打法 現在好像也不是這麼絕對了 現在高手們的打法也是一直在改變 好那這邊看到YO是繼續出毛兵 這裡毛兵兩邊都互打一下 那這邊毛兵互打應該重點還是圍繞在誰先點一擊射 射程比較優勢 那如果是毛兵打工兵的話 毛兵要先點防御力而不是傷害喔 當然先點傷害的話還是有射程優勢在 當然防御力來說打工兵會比較好用一點 這裡被點掉了幾次單位 YO這裡是點下一擊射 HERA還沒有點下 現在有一擊射的射程優勢 而且這樣準度會更高一點 這邊兩邊貼近的結果 YO這邊是毛兵壓制 HERA這邊想要補一個馬舟嗎 那如果這邊補馬舟的話升級就會慢 所以現在HERA在猶豫要不要下 我是覺得好像可以下來下來 好這裡先補一個兵工場 後面補了一個四級想要維持 YO還在努力的使用自己的毛兵做防守 但很明顯是HERA這邊用毛兵防守 但是YO的毛兵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現在伊索比亞一定要補個馬舟了 這裡在補馬舟生活會被弄到無法治理 好城堡時代補上 可以開始轉一些弱馬出來擋向 好補一個一擊射 先按一隻弱馬 現在YO的毛兵騷擾得有點麻煩 YO覺得這個情況對我很有利 先來補一根劍塔 打一個節奏流 節奏帶得好 推技沒煩惱 好 輪走技術這裡補下了 待會YO這裡升級上去 可能還要再補一些馬舟 轉一下騎士會比較好 伊索比亞這邊有駱駝 所以駱駝待會打圍巾的騎士也是OK 還是圍巾待會要轉弓兵呢 雙射箭場 好連一級弓兵鎧甲也點下了 這個有點像喔 好看一下家裡的狀況 這裡沒有補馬舟 好在前面補了一個馬舟 好YO直接上了戰毛兵跟二級射 直接變成戰毛怪 那這裡YO也可以直接補一個修道院 去做防守 但是HERA這邊是率先補了一個修道院 因為這個修道院可以防止HERA的前置馬舟騎士出來砍一波 好這裡果然補了騎士 好這裡要流進去了嗎 沒有喔 好戰毛兵升級好了 現在遠防已經來到了4點了 好重新補下了弓兵鎧甲 這樣就變成遠防武 那這樣子成這東西射的話 只有兩滴血 好 來喔前期的兩根 劍塔 兩隻村民 慢慢蓋 慢慢牙齒 好 HERA這邊打一個防守反擊 後面開農 好騎士上前 毛兵丟一下 再收村 這裡要不要補一個防守 把這裡圍死呢 好看來有點危險了 這裡毛兵一直在騷擾 HERA這邊沒有打算要補工程器製造所 所以暫時要打回去是有點困難的 而且現在YO還有出點槍兵 結果是圍巾這邊 轉了工程器製造所 直接蓋在你臉上 好這個木槍被打破 裡面要稍微圍住 聖旅 後方 站崗一下 但是這個聖旅要小心毛兵 前期的YO打得很兇 那現在YO有免費的手推車技術的關係 所以現在資源上已經領先了800資源 即使發了兩隻村民去前置塔工 資源量還是領先HERA這裡 這就是維京之力 太厲害了 維京的這個資源量非常的猛 好 騎士數量開始變多了 四隻騎士 好 這邊要高打第一 解槍兵嗎 不太對吧 後面這個 劍塔跟騎士也是有傷害的 應該是走錯 OK 走錯了我回啦 家裡毛兵已經走了進來 看到HERA的舉動有點怪怪的 可能是這個路徑 自動巡路的關係 所以讓騎士走到奇怪的地方 後方偷死車 砸到了一發 讓這些戰毛兵損失慘重 但是YO的目的就是要讓HERA這邊收村 只要一收村 這邊就可以賺到一些收村的經濟差距 這邊可以明顯看到HERA的經濟資源 越來越落後了 資源量已經輸了八百資源 可能待會要損失到一萬一千資源 好 走12步換 這裡損失了一隻村民 但是以HERA這種防守 角度來說已經非常厲害了 一般人應該已經死了十幾村有了 這個防守 假的這麼厲害 人家在臉上蓋攻城經濟造所 還可以打到快要五五開 好 後面補了一個 新的城鎮中心 但是YO好像沒有發現 偷蓋出來的 左邊這裡其實也可以偷蓋 城鎮中心 HERA這邊補下了首推車 經濟終於追到了圍巾 經濟差距應該就只會變成 只輸個一千二或是一千一資源而已了 現在兩邊都有輪走 村民數也差不多 YO終於挖出一根城堡 直接前線蓋堡 這樣就可以控住前線的工程器製造所 還有馬舊的問題 這裡一定要硬解 把這個投資車解掉 後方的僧侶遭翔 等載毛兵往前 僧侶要左右抖動一下 讓自己的騎士解掉載毛兵 這樣就沒問題 HERA這邊的細節控制 控制得非常好 這根寶應該可以順利預期的蓋好 投資車出來 應該在臨時之前可以砸個一兩發 但是怎麼投石車是往後走 沒有打算要硬摘 可能覺得對手是HERA 可能砸下去會幾十周春 可能還會送掉自己投石車 決定是往後放 右邊終於發現了 這裡有個城鎮中心啊 好把這個燒單射掉 現在HERA的防守重點要成為右邊 右邊要注意防守 好一樣先上前解掉對方的工程器 投石車 殘血的騎士 要不要回頭打一下呢 但是自己的騎士的血量也是很殘 好拉到城堡裡面 防守 射掉一隻 Nice AERA這裡打得很好啊 細節處理得非常漂亮 騎士保存得很好 還有七隻騎士還活了下來 這兩隻生魚可以繼續奶 哇 AERA這邊防守反擊 打得非常漂亮 YO這裡是84春 打80春 臭命差距約為6春左右 好 但是經濟差距還是被打出來了 YO這邊的資源已經領先了快要2000 哇2000資源量 但是YO這邊損失的工程器 數量也蠻多的 還有這個騎士單位 都是損失了一些 現在要重新開農一下 然後待會找個機會上帝王 帝王時代再找個實機轉步兵 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 ヘラ這邊轉出了彎刀勇士 彎刀勇士是一個玻璃大砲單位 攻擊力極高 防弩率 血量極少的一個步兵單位 而且跑速度很快 好 中間這裡 有稍微被燒滑到 好 再收掉一隻騎士 好 剩一隻騎士 這裡趕快用騎士 給到中間的工程器製造所 好 YO點下帝王時代 ヘラ這邊也差不多要點下 好 補了一個大學 要轉弓兵了嗎 補一下彈道學如何 好 看一下300目 還是這邊要直接鬼轉 地圓化學 轉火炮 牛力殘射器 配上彎刀勇士呢 好 這邊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如果圍巾轉出 紅戰士的話 就不太好打囉 好 結果彎刀一瞬間 就把圍巾狂戰士全部剿滅 唉 數量多還是有優勢了 好 彎腰隊裡點下帝王時代 升級上去之後 馬上要點下精銳升級嗎 圍巾狂戰士 先點了一個真兵技術 好 伊索比亞果然就轉弓兵了 點下了母子環 精銳圍巾狂戰士沒有打算升級 當然在思考 唉 最後還是補下了嗎 好 精銳圍巾狂戰士 點下 這裡想要手勢城鎮中心嗎 但是現在沒有三級步兵甲 現在被射城鎮中心射有點痛喔 好 黑爾拉這邊點下了 鎖石車的升級 奴兵霸學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來加快一下城堡的產能 這裡後方騎士被圍巾狂戰士給抓掉了 圍巾狂戰士這邊傷害非常高 還會自動回血啊 好 YO這邊有點卡人口 好 補一個城堡喔 現在三根城堡出狂戰士 黑爾拉這邊轉出了奴兵 待會強奴也要升級一下 YO這邊可以轉出戰毛兵 做出反制 但是現在黑爾拉也轉出了中頭 好 扭力彈射器也升級好了 待會攻城去打戰毛兵也是非常痛 好 YO這裡是狂戰士騷擾 確實打到黑爾拉有點傷到經濟了 現在資源量已經落後快要4000資源了 但是 YO還沒有算是防守方喔 還算是持續進攻的狀態 好 這一波進攻 攻兵都在前線的話 只能靠彎道勇士去解 但是彎道要打贏 金瑞圍巾狂戰士也不太好打 除非自己也剩下金瑞 好 果然馬上就被圍巾狂戰士給反擊回去了 彎道勇士數量太少了 作用性不太大 好 這裡圍巾直接撞TC 好 這裡兩巨頭開始攻城 YO點下三級攻跟化學 傷害防禦全部都點好了 戰毛兵也開始慢慢量產 戰毛兵沒有辦法打贏中投 所以待會圍巾要怎麼解中投是一個問題 圍巾狂戰士直接上前 尻掉了兩台巨型頭C 投資車也打掉大量戰毛兵 哇 YO這一波直接上前 沒有猶豫 家裡的村民還是被砍到有點殘血了 好 HERA這邊是決定 繼續用中投 圍巾狂戰士再次上前 直接砸爛 哇 這一波圍巾狂戰士直接被中投砸光了 最後巨型頭C還活了下來 YO繼續要用圍巾狂戰士進攻嗎 那圍巾狂戰士的優點是移動速度比正兵勇士還要快 所以他以機動性部隊來說稍微有一點 但是也沒那麼快 目前這個情況 YO最好是要轉出騎兵單位會比較好 轉個什麼輕騎兵之類的 或是轉重裝騎士去解這個巨型投資機或是中投 會比較輕鬆一點 畢竟機動性單位解攻程器還是比較快的 畢竟HERA這裡也沒有轉出槍兵單位 所以騎兵單位解攻程器還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YO沒有打算要正面去領對方的攻程器 直接轉往進攻 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YO直接轉出了五巨頭 這個數量有點多 反正只要正面我打得贏 那我就不用擔心自己被進攻的問題 還是HERA要來換家呢 HERA打算是要來換家了 YO健壯趕快拉兩台巨型投資機回家守一下 我已經跑在室 想來抓 但是被HERA預判 HERA這邊轉出了重頭 扭力彈射器 配上重型投資車 這個殺傷力非常的廣泛 好扭力彈射器要補下了 鬼天滅地的重型投資車 好這裡再找個HERA 我們有一個重頭有點危險 修理一下 重頭要找機會砸一下 要不要先砸 我已經砸一下 砸一下 哇 努力彈射器直接砸爛了這些 狂彈射 哇 後面投車 還是沒有辦法鎖住 巨型投資機的傷害 但是五巨頭都被拆掉了 HERA右邊的農艇也是爆開 但是這裡直接賺了一千金不虧 但是WIO的庫存經濟非常多 三千多的經濟 還是要轉一下 騎兵呢 轉個弱馬都比較好吧 如果不轉重裝騎士 轉弱馬上去貼貼 這個火力真的太猛了 重頭面前 重身平等 太猛了 好這裡只能用集中性的方法去包夾掉 這一坨重型投資車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 YO在左邊有一個新的動作 轉出了攻擊跟裝甲步兵 升級開始轉成裝甲步兵了 因為自己的城堡數量開始變少 城堡也變少 維京狂戰士的產量就會下降 這裡勢必要轉兵了 好這邊重頭超高火力 拆除城的東西速度非常快 YO這邊點了幾隻清奇兵之後 沒有繼續點反而是轉出了長劍兵 好以YO這種攻擊方式 現在是比較難繼續突進的 畢竟這裡有奴兵 又有火炮 還有這個重頭 有一切的這個射程優勢在 所以這邊轉雙手劍兵 也不確定到底能不能解掉這一坨單位 虎娜這邊投資的投資車資訊是非常多的 所以如果能用一般的黃金 一邊的垃圾兵 漏馬 去解掉這些單位 就會很賺 但是如果沒有正面可以扛線的單位 也是個問題 畢竟漏馬不是維京人的強項 所以YO還是覺得要先打穩 先有一個主力部隊可以扛住前線 先轉出了大量的雙手劍兵 劍兵勇斯也可以馬上補下 這邊要打算繼續進攻 但是YO的資源已經快要扛不住 越來越多的村民直接被喬母射掉 火炮直接把城民東西給打掉 裡面村民被打噴了出來 YO的最後一根城堡在這個位置 我已經狂在斯 沒有把握好機位去偷拆 有點可惜 但是YO這邊進攻非常順利 拆掉了城堡 開始殺了進去 這裡直接抓到投資車的集結點 HERA這裡有點虧 投資車好像沒有看到 YO這裡很有機會 抓掉很多台投資車 哇 這個投資車很賺了 這裡預判一下 但是完全躲不掉 見面勇斯移動速度就是太慢了 而容易被預判行動位置 這裡要再砸一發嗎 還是不砸了 這裡沒有打算要砸 好 我已經狂戰士轉出劍邊 我是血量是84滴血了 血量也是非常多 而且還有這個軟甲技術 遠方是6點 所以強奴射一下只有4滴血的狀況 好 YO家裡的城堡喔 快喔 扛不住 剩下來 城堡全部被拆弓了 現在YO已經沒有產出巨型投資機的能力了 當然可以補一根新的城堡 那這個城堡是補在了後方位置 好 劍邊勇斯直接強行突破 YO這邊正面打擊非常強大 這裡三台巨頭可以拿下 好 YO現在問題並不是沒有黃金 而是沒有肉了 好 這裡先補一些出劍場 待會要找個機會撒農田 手下對方的強奴 好 投死車這邊輸入量來到了 快要10台 9台的部分 YO這邊是點一下的建築技術 建築學 這邊用維京狂戰士突破了城堡中心 YO的村民數稍微有點下降 好 強奴 開始 哇 這個打得很漂亮 兩發投死車 截掉大量劍勇 結果 YO的 剛剛成型的 戰謀 建設地區 馬上就要被投死車給砸光了 哇 這裡還能在戰嗎 中間的位置 直接手撕城堡 但是應該是手撕不了 然後這邊 繼續用強奴加上投死車去進攻 YO完全沒有轉出洛馬 因為這個洛馬轉出來 可能也只是送給強奴給射掉而已 那YO的想法應該是 劍勇一直線 劍勇扛不過去的話 就算我輸 再來黑話這邊的分隊強奴 打到YO其實有點難守 到處都有強奴的狀況 很難發展精進 好 直接轉往上方 但是如果往上走的話 投死車的強奴這裡又一對 哇哇哇 中頭 好強 好 YO這邊開始奪取 HERA開始奪取YO的資源 直接挖對方的黃金 所以也只深入百塊了 好 YO這邊嘗試拿回自己的領地 這個農田拿回來的話 如果就可以稍微穩定了一些 好 這裡又一對劍兵勇士 繼續往前 誒 這裡居然沒有看到城鎮中心嗎 突然掉頭就走了 好 這一坨的劍勇應該可以拿下 這台投死車 好 YO這邊鬼轉工程器製造所 難道是有什麼想法嗎 要轉中頭還是要轉衝車呢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要產的東西 其實蠻鬼妙的 像這個時間點 好 這裡就需要強奴進攻當中 中頭砸 成這東西血量掉得很快 瞬間就被拆掉了 Ara這裡是沒有辦法繼續守住這一波了吧 強奴配重頭 扭力彈射器 E-Sophia 最終打法 這個打法其實蠻像是在打團戰的 火砲重頭加強奴 由於這個打法很害怕大量遊俠 但是E-Sophia 維京人是沒有遊俠的文明 所以 暫時這個問題是不大的 Ara換準我已經是步兵文明 這個克制方法相當準確 縱頭也可以克制戰毛兵 好 YL決定直接鬼轉大衝車 但是這邊轉衝車有機會進攻嗎 感覺防守就已經 快沒呼吸了 好 這裡在果斷收村 把這個收村要收進去有點困難 好 這邊的強奴繼續追趕 YL的狂戰士 這一次上前 好 抓掉 但是這堵強奴太多了 36隻啊 怎麼解 戰毛兵完全扛不住 好 YL的大衝車應該是最後的波紋 好 YL這邊點下了二級馬卡 好 YL這邊點下了二級馬卡 好 YL現在的情況是 開始轉一些弱馬 但是弱馬數量並不多 夠嘛 打這個攻城器還是不錯的 好 趕快先收掉 哇 這個一發直接砸六隻戰毛 好虧 好 YL這邊嘗試進攻 用衝車跟巨型投射 可是看起來是 沒機會了 原來現在YL的資源也快要來到了緊繃 雖然還有黃金 但是感覺是慢性死亡 現在甚至連強奴都在打 衝車了 好 現在換了Hera轉出洛馬 那伊索比亞是有大洛馬的文明喔 雖然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但是有大洛馬 這個文明特性 蠻特別的 威力太猛了 天女善花 好 稍微著想一下 好 猴子車到這邊分推 左邊又一波小小的進攻 Hera這邊再次轉了一些奴兵在左邊 來看一下這一坨 戰毛兵 要出事了嗎 雖然也被砸到 扭力彈射器的範圍真的是太廣了 比起賽特 個人覺得扭力彈射器的伊索比亞玩起來更是紓壓 這個範圍真是廣闊到一個不行 好 大輛大車隊 頭十車隊已經開到了農田裡 進行圍劍都根 這一坨我已經黃戰士有機會抓到中間這一坨嗎 好 戰毛稍微反擊一下 用衝車去頂 頭十車有想法 哇 還頂到了 蠻多數量的 好 赫拉這邊的奴兵全部被戰王兵給解掉 正面這一坨 黃戰士是關鍵 要是這一坨能解掉的話 黑拉可能就要黃金見底囉 但是威爾的村民宿也是蠻極限的 只剩下93寸 威爾這邊有兩生物的優勢 準備要來撿生物了 好 開始轉出洛馬 黑拉這邊洛馬轉出來之後 戰毛兵也不太好喔 解掉了 好 這一波進攻 黃戰士配戰毛 威爾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黑拉拿下比賽勝利 哇 最後這個頭十車真的是難解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威爾拿下支援勝利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 贏了支援卻輸掉的比賽 雖然威爾的經濟非常好 但是最終這個騎兵的 限制在 讓他們有機動性單位 很好去解強奴配上頭十車 這一個搭配組合 只會要非常非常大量的重裝騎士 可能或許有機會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請嗎 你們先前逢 我們先 來吧 先去你 選吧 我們來吧